第二步的话呢,请各位打开Assess Assess里面有个目录,这个目录就是TripleWroot TripleWroot 这里面的话呢,我只要怎么样呢 把刚刚的 刚刚做完的东西,把它直接汇入进来就可以了 直接拖拉放进去就可以了 我是放在这里 这一个 然后呢,这里面的东西 全选 移过来就可以 CtrlA一下 然后直接拖拉过来 放到这里面 Copy过来 那特别注意 连那个其他,像JQueryMobile这一定要放进来,因为你如果没有放进来的话,你会发现它不会有那些效果出不来,因为 它的那些效果,CSS跟那些程式都是透过这里面的Library,其实它里面打开来就是 应该是两三个档案,就是 CSS档嘛 然后再加两个 JQuery MOBA跟JQuery的 就是它的韩式库在这里 好,那这个地方加进来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直接可以可以去run 那里面的话,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大概会有哪一些部分呢,我有改过的 首先的话,如果本来你们要 做全萤幕的话 这样子会做不出来 就是说你们在那个View里面 会有 留那个白边的问题 所以后来我就找了一下 国外的那个网站里面有提到说怎么做修改最简单,因为 方法很多啦 所以后来我就改了一些地方 最重要的就是说改了这一行 在那个Manifest里面 加了一行 它就可以帮我把这个View变成全萤幕 这边的话Manifest里面 OK,这里是先来看一下我类要里面 类要里面基本上很简单 就是一个WaveView 然后呢用什么方式呢,用Relative方式 其实你用哪一种类要都OK 里面的话就是放一个WaveView 放进来,这样就很简单 那如果将来你们要 把它跟其他的元件整合的话 或许你可以在上面加Button 或加什么都可以啦 没有问题的 然后第2个是Manifest的档里面 就加一个 Internet的权限之外 并且在这里面我加了一行